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说 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一种偶然 离开是一种必然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该怎样去活 在快餐式的时代里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背负着生儿育女的责任 承担着孝敬长辈的义务 有时还要为身边的亲朋好友尽心尽力 可作为独立的自己 我们也理应多一些随心而行 在能力范围之内 给自己关心和善待 这样 才不会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太多遗憾 想起一位听友的留言 对比从前 才发现那时候 自己对自己有多不好 总习惯去顾及那个的感受 考虑这个的心情 而自己不管情绪多么沉重 身体多么疲惫 都默默承受 丝毫不敢有所松懈 常常把好的东西留给身边人 而自己吃穿用度都是粗糙廉价的 最后还被误解 嫌弃 本该是最好的年华 却把自己活成了最糟糕的样子 随着年龄渐长 才凡然醒悟 一路走来 努力做到不亏欠别人 却从未想过最不该亏欠的是自己 往后 我不要再过得那么累了 人活一世 善待自己最重要 不知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常常硬着头皮去做许多不喜欢的事 逼着自己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 习惯了为他人受累 替周围人操心 唯独忘了爱惜照顾自己 人生短短百年 不就是图一个自在 图一场痛快 可很多人往往本末倒置 一而再地难为自己 一直担忧着操心那 每一天都活得很累 如果你也曾如此 那么从今天开始 别再把自己苛待 记得多听一听内心的声音 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关心 无法重来的一生 好好善待自己 把肩上的包袱放一放 别将太多无关紧要的人 请进生命里 也别为了家人而以为委屈自己 要相信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希望你变成无所不能的样子 而是会尊重你的选择 希望你能真的幸福 开心 无法重来的一生 好好善待自己 不必太在意别人的脸色 值得的就相处 不值得就远离 喜欢的事就去做 无能为力 就放手 要知道 生命就一次 自己过得踏实 舒适最重要 无需因为任何人 任何事 而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沉重又糟糕 年华有限 没有人可以永远青春永驻 以事轮回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重来 该对自己好点 就对自己好点 学着随心 简单地走 肆意快乐地过 做一个懂得自我取悦的人 在人生这趟单向旅程 请好好生活 好好善待自己 以积极热情的姿态 去面对一输一饭 一朝一夕 努力把内心照顾得敞亮 把日子 豁出自在 与充盈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